可以開始上課嗎 可以 你這邊看起來比較英俊 來 起立 敬禮 請坐 只有一個小時不是嗎 兩個小時 今天 本來應該要休息 對 你就按那個 兩個小時喔 講那麼多 有時候就是上面的人沒有來 他就要我講特別多 所以今天我們來談 我的題目都是 美國憲法基本精神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們就可以慢慢談 我覺得 我們從什麼地方看出來 呃 其實 來台灣很多年就是 我們常常在 作為一個外僑 因為我拿美國護照嘛 那美國護照 然後 就是我們白種人 黑人 印第安人這些 反正你要如果要拿台灣的證件 他要求你放棄原有國籍嘛 所以 這個 這個我們當然覺得很不合理 因為基本上 我拿美國護照 我在這裡也並不是說 我可以躲避你任何法律規章啊 所以 你到底在擔心我什麼 為什麼要求我放棄原有國籍 更何況 台灣 我們本身 雙重國籍的人很多 不過這個就是 這個政府就是 表面上他歡迎外國人 實際上他是排斥很厲害 法律上 他排斥很厲害 感情上講話 哦 歡迎你來 朋友子遠方來 不宜樂乎 啊接下來你就問他說 那 朋友子遠方來 不宜樂乎 那為什麼這麼多限制在這裡 對於我的生活 對於我的 我的活動 為什麼有這麼多限制 像 台灣人去美國 就去紐約隨便觀光啊 去聯合國抗議 台灣要進入聯合國 我說請問 聯合國抗議跟他 觀光簽證 的簽證目的符合嗎 但是 如果一個外國人 來台灣 參加一個遊行 你就說 跟你申請的簽證目的符合 出局出境 他限制很多 那 他說對啊 朋友子遠方來 不宜樂乎 但是 既然 你是遠方來 你也要回去啊 啊 早一點送回去啊 也不 也不妨啊 因為你違反我們的規定 啊那個規定有寫嗎 那個是沒有寫的 那個隨便他講的 所以 如果你 如果你注意到 多年來 我們有一個 剛剛在台上一個 林志生 他很喜歡 動不動 就到 在台協會去抗議 動不動 到日本交流協會去抗議 遊行抗議 遊行抗議 而且不只是台北 他會組織 全台灣 他說 這一次我要25個遊覽車的人 下一次我要35個遊覽車的人 他隨時在搞這個 你去那些場合 你有看到我嗎 我不在 我躲到對面巷子口裡面 我在看你們 因為我們 基本上 這裡的政府 不喜歡我們參加什麼政治活動 所以 我來久了 我當然知道 但是奇怪啊 你們可以到美國 你可以去白宮遊行些管你 沒有人管你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很不一樣 是會到那個 是不是會到那個憲法 其實 我這方面 我跟這裡的水子 整論很久啊 中華民國憲法來比較啊 中華民國憲法 沒有公民兩個字 沒有公民兩個字 他談到人民 所以每一次跟那個官員談 我說 我們是人民 我外籍配偶是人民 所以我有什麼什麼什麼權利 你憲法就講得很清楚嘛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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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人民 我說 那你看 我是牛 還是狗 我是哪一種 他就微笑 但是他說 你不是人民 我說 你講錯了 我絕對 百分之百是人民 而且 而且像美國 美國憲法 他已經在 188多少年 就是一百二十幾年前 已經 非常肯定 有那個大法官判決 反是在國境內的一個外國人 以那個法律來講 是人民 他是人民 他絕對是人民 所以就看公民有什麼權利 OK 這是一回事 但是人民 基本上人權他有一些權利嘛 啊這些 我們憲法所講的 你也有 你是外國人 你也有這個權利 啊也是會有很多基本權利啊 啊生命自由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喔 生命自由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呢 那個都是保障給所有的在境內的人 OK 所以為什麼美國 最近多少年都在朝那個 古巴的那個 監獄嘛 美國如果在海外作戰 他就抓一些戰犯 然後把他放到古巴 那他就 什麼 人權律師 律師團就會出來就說 喔 你沒有 你沒有 判他有什麼罪 你必須給他放出來 因為這個是符合美國憲法 第五條修正案 正當法律程序 啊美國政府就回答說 他不在美國境內 所以他搞這個古巴監獄這個很好玩 他可以放人在這裡 然後他可以說 沒有 沒有 我不需要給他任何權利 但是最近幾年這個不一樣喔 最近幾年那個大法官有判 美國對古巴 他是屬於東南角嘛 他那個監獄在古巴的東南角嘛 聽說他每一年就是付那個租金給古巴 但是古巴把那個支票沒有去兌現 你不要兌現那是你的事 反正他們接近一百年前有個條約 就那個地方讓給美國使用 永久使用 好這個地方 最近幾年那個美國大法官他有判決 美國雖然對這個地方不擁有主權 但是他的控制權相當於有主權 所以大法官就開始改變 他就說那你還是要給這些人 這些俘虏你還是要給他一些人權 所以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說那個憲法是活的 就是他慢慢在演變 然後大法官他會做一些解釋 慢慢給他新的精神進來嘛 所以當然美國總統 一個美國總統可以先指定 某一個人做為大法官 這個是很大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是終身任職啊 一直到他不要做了或是他過世了 所以你選這個人來做那個大法官 他會影響聲援 幾年前 現在已經十幾年 那個 理律法律他有請一個大法官來台灣 現在還在 他的名字叫Scalia 他現在還是做美國大法官 他請他來演講 在台北 我有看到那個消息我就報名去 然後在 那個地方 他遲到了 不曉得他在忙什麼 大概拜訪一些政府官員 我想 他的遲到不是他的錯 一定是被一些台灣的官員被 攔截要討論要拍照什麼的 後來他來到會場 然後開始談 他是所謂原始 原始派 他是原始派 這個Scalia這個人是原始派 什麼叫原始派 原始派是他是認為說 憲法1787年那個時候寫的那個時候 那就是他的本意 所以不要加很多解釋進去 當然這個是一個學派 但是在我們今天來看 當然這個是很荒謬啊 因為如果你原始派 那就一定是還有黑怒的制度啊 因為黑怒一直到林肯那個時候 每一個人看憲法是完全允許啊 你可有黑怒 不要說憲法允許 聖經都允許耶 聖經幾千年以來 都有黑人做努力的 你說上帝不允許嗎 你去哪裡叫這個證據 你聖經從舊約到新約一看 你會覺得 努力制度是天經第一的 但是後來他們 他們南北戰爭就是在打這個 北方人比較傾向說 不可以 不可以有努力制度 當然北方是 很多工廠藍寧階級啊 南方是農場啊 他需要大量的黑怒來 來搞那個農場耶 太陽這麼大 農田一望無際 這個沒有努力怎麼做 所以南北戰爭後來爆發了 就是 南卡羅來納州 宣布退出聯邦 而林肯說 No 你不可以退出 既然成為一州 你不能退出 那這個事實 跟我們台灣地位也有關係 跟台灣未來的走向也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OK 所以這個 這一部分 這個都是所有的這些話題 就繞著 美國憲法來談 那個大法官來的時候 因為他遲到 所以他中間 本來有一些問答時間 我本來就是要提出一些問題 在那邊幾百位 其實他後來留一點問答時間 沒有人舉手 但是後來就是那個主辦單位 所以就用那個時間 來多談一些事情 我沒有時間問問題 要不然我就要問他一些 有關美國的列島區 還有那個早期 的那些判決 1901年 我們美國列島區的判決 是1901年 是美西戰爭後的那個 大概有二十幾個判決 那都是我們今天 來討論 美國海外領土的這個法理基礎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所以 要了解這個東西 必須看那個判決 所以後來 那個他們後來有 拍一點時間 就是純粹休息 所以 到那個外面那個休息室 有很多販賣機什麼的 那個大法官就在那裡走來走去 好像很失落的樣子 沒有人理他 我就走過去 我說 Can I help you with something? 對不對? 能幫忙 他說 Yes, where's the coffee? 對不對? 咖啡在哪裡? 後來我看 他的簡介 他有八個孩子 難怪他那麼累啊 對不對? 他有跟我們講 他說 我說 我們人在華裔說 到底我可以跟大法官談什麼 是不是能談什麼 他說 他說 只要不是他們現在在 在研究或是檢討的什麼case 都可以談 就不能談他們現在面對的case 那我這個很合理喔 所以 後來 這個是我 我一次跟那個大法官接觸 不過我看過他很多 我看過他寫很多判決 他法理 當然他是 他是很強耶 所以有時候看他的判決 看他的思維 也是很銘銳 好像是 好像是雷根給他指派過去 OK 所以 這些憲法的東西 我們 我常常跟那個 台灣人說 你沒有憲法 那 為什麼台灣沒有憲法 林志生會說 台灣沒有憲法 因為中華民國的那個憲法 嚴格來說不是台灣憲法 啊必定 他的領土的條款是第四條 要有國民大會什麼通過 啊他台灣從來沒有通過 那有一些學者說 中華民國憲法實施的時候 台灣已經是他的管轄地 對不起 佔領地 不是你的地 那是不一樣 那如果美國改憲法 啊我 那我現在如果美國加一個憲法條文 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就是說 那阿富汗包括在內 因為現在阿富汗是美國管轄地 這是很荒謬的嘛 佔領是佔領 佔領不移轉主權 你不能這樣講耶 所以我們常常跟那個學者說 其實有一次 因為我太太的妹妹在 台北以前民生東路有個房子 還算很大 比這個廳小一點 而且比這個廳好在它裡面沒有住 所以很好使用的一個空間 後來我們租給一個人 他說他是律師 我們租給他的 他是馬祖 馬祖人 租給他的一個律師 他說他在大學 在台灣的一些大學叫憲法 我就跟他討教一些問題 他也不懂耶 我說那你什麼 你什麼可以說這個是我們的憲法 但是你領土沒有 你沒有把台灣納入嘛 他的回答也差不多 大家都這樣 一個憲法的學者 啊你看跟我認識的那個美國學者 你看美國的那個大法官 你看他的一些判決 他的司法邏輯很嚴密啊 而台灣的這個憲法學者就是 嗯 大家都這樣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學問嗎 這個我覺得很 這個我覺得很納悶 所以這些人 也不曉得在講什麼 你後來什麼 整修條文 我說整修條文是一種 就是 呃 降研法嘛 整修條文好 但是我要回到第四條 你台灣併入了沒有 而且你併入了國際社會也有相對的承認啊 你有嗎 所以為什麼台灣每一次都說 呃 阿扁也說 我要修改憲法 我要修改領土 而我們現在只有傳遞 我們只有執行 我們的管轄是台澎金嘛 每一次阿扁你先這樣講 美國馬上都說 No 不可以 英文問一個問題 Who's in charge 現在負責這個場面的控制啊 Who's in charge 明明是美國in charge 你阿扁為什麼不跟美國說 我不理你 哦 你說說看 因為美國這個在台協會的主席 有跟跟他們講 然後林子森也有聽到 你不要聽我的話 你做做看 我絕對有辦法懲罰你 所以阿扁不敢 至於把台澎陷入你的 併入你的憲法 No 所以還是回到原點 台澎不是你的 台澎不是你的領土耶 所以要嗎 你就是走民政府這一條啊 要嗎 就是給你併吞過去 這個就很可惜 但是沒有其他的方法的情況下 美國也沒辦法 是不是 所以還好這個民政府出來 是給美國一條路來 給台灣一些人權 要不然沒有一條路 因為其他講的那些論述 全部都錯掉了 對不對 你說要獨立 佔領地可以獨立嗎 你先處理佔領的問題 你再談獨立 你不能直接挑獨立 你說要公投 公投 誰公投 你公投的法律依據在哪裡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作為台灣任何事情的法律依據 這樣合理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說現在 我們建議所有的人 還有美僑什麼 不要投票 你寧可不要投票 如果記者問你就說 那不是我的憲法 我不承認這個政府啊 這個政府什麼時候被承認 那我不投票 輸了就輸了不要了 對不對 我 我為什麼要跟總經理一直吵啊 我叫董事長欸 董事長是美國欸 我為什麼要跟這個小羅羅去吵 我不幹了 我不需要 這個才是做事情一個 一個好的方法 但是大部分台灣人聽不進去啊 還反過來罵我們很慘欸 罵我們很慘 你看美國那些 你看現在什麼時代 我們把這樣的消息貼在很多那個 網站啊什麼那些 都被刪掉欸 都被刪掉欸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吃喝玩樂 選舉就可以吃喝玩樂很多欸 喔 不斷的聚會 不斷的飯局 不斷的演講 喔 好熱鬧 啊全部是徒勞無功欸 為什麼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在沒有意義的活動上啊 那你以為他們聽不進去啊 OK 所以我跟他們說沒有憲法不 其實我不是講這個理由 我不是講這個理由 因為他們 以前的老師也不談這個 我談的理由就是說你日常生活 你提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理你 你到哪一個行政機關 你跟他談什麼 就算你是台灣徒生徒長的 拿這裡證件的 你到哪一個行政機關 你又跟他們有什麼爭執 你用憲法的什麼條文 你拿出來跟他討論 看他的反應如何 沒有反應啊 要不然他說那是大法官的事啊 沒有憲法欸 林之聲在美國起訴 從起訴的第一天 地方法院都在講憲法 怎麼說憲法怎麼說 憲法怎麼說 憲法怎麼說 都是在談憲法 對方回答也是在談憲法 法官 判決裁定什麼都在談憲法 憲法是日常生活裡面就有欸 我說這個是很大的差別 我們會覺得憲法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都看得到 但是在台灣沒有 就像那個 海外的那些所謂什麼 華僑 有的他說要回台灣要什麼 拿身份證要幹嘛幹嘛 他說有什麼樣的規定 有時候在網路上看到他們在討論 我每次都要交局啊 我都進去我就說 欸憲法有 有說所有的人平等啊 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限制啊 實際上限制很多啊 他們要回來 但是我就用這個來撤擊他嘛 就用這個來撤擊他 如果我回答 如果他回答說 欸但是後來我查出來限制這些 我就又回答 因為我用匿名的嘛 匿名在那個網路上在貼 貼一些消息或是意見 我就會說 不可能的 憲法有這樣的保障 你就罵那個官員 你拿那個六法傳書給他看 有必要的時候用那個敲他的頭都可以啊 我就是故意刺激他們的嘛 因為我其實我在顯示 你那個憲法沒有用 那個沒有完全沒有用 我有一個德國朋友 因為台灣說起來是 是德國法系不是美國法系 他是德國法系 那個叫做大陸法系 所謂大陸法系是歐洲的 台灣是歐洲大陸法系 先到日本後來到台灣的這樣 我問那個德國朋友 我說那像我們外國人在德國是不是人 他的笑話他說當然of course 絕對是 絕對是人 他的憲法是1949年 叫做日本 不是叫做德國基本法 1949 他的組織不錯 你看前面 前面是有關人權 再接下來公民權 寫得很清楚 比台灣這個憲法好得太多了 人權公民權 他就跟我講 他說 裂到公民權裡面喔 不一定是你 一般人沒有喔 他說有很多判決 那些東西你也有喔 他說那個 日本的憲法法庭 也就是按照憲法來判事情喔 不是像台灣的啊 台灣的憲法法庭 有時候很多政治因素在裡面喔 就像你如果去說 你這個土地被政府拿來鋪道路 然後他沒有給錢 你到那個 我看過嘛 你到那個行政法院 那個法官就說 哇喔 這樣子還要給錢喔 啊 有這個潛力啊 不是全國幾百萬個人都要錢啊 破產啊 他說在德國沒有法官會談這個啊 對不起你不是財經 你不是財經部部長 你是法官 法律怎麼寫你就怎麼判 在德國法律怎麼寫就怎麼判 這個判決使德國破產 不是法官考慮的範圍內 不是 我是按照法理來判 所以你看到台灣很多那個判決 其實有很強烈的社會主義在裡面 這個也是 你憲法裡面找得到嗎 No找不到 沒有 那是他們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個也是很可怕的一種判決 美國那個 憲法本來是用在 他開始說十三州對不對 十三個州 總總本來是殖民地 後來周圍州 然後他們 獨立 其實說獨立 1776年這個不太對 因為 宣布獨立不等於獨立嘛 這個是很多人讀美國歷史沒有搞清楚 宣布獨立不等於獨立 所以 7月 7月4號啊 7月4號說宣布獨立美國獨立 這個 這個 這個從法理講說不對 他是到 1784年 遠月14號 是那個 跟英國的條約 生效 而英國承認 英國承認 英國承認 你是國家 跟英國 就是大西洋嘛 一邊一國 一邊一國 英國承認 這個時候才可以算美國獨立 1月14號 那 3年後 他們已經在討論憲法 要你 要你一個憲法出來 所以他參考很多東西 然後你那個憲法出來 OK 然後 這個憲法是對 這個13州 就開始做一個適當的規範 然後他就加入那個 所謂什麼人權法典 就是修正案 第一條到第10條 那個都是一些人權法典 所以裡面不是些 擁有槍支 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為什麼 因為美國歷史上本來沒有兵嘛 大家把槍放 因為都是 都是每天要去打獵嘛 所以他把槍放在自己家裡 然後 如果一個人跑過來說 英國人來了 英國人來了 110啊 這樣大家要拋出來 然後準備打仗 所以這個叫民兵啊 台灣沒有這個歷史傳統 OK 那這個有沒有關係 有 很大的關係 所以 到了 一百多年後 他就 發生那個 美國西班牙戰爭 就是在 開始在加勒比海 就是 很多美國人 對那個 所謂西班牙在古巴的暴政 他 這個 覺得 非常的憤慨 所以 呃 當時 有一些 報紙的大亨 他就 派很多記者到那邊去 把那個 一些 慘暴的事情 都把它 把它 徹底的那個 報導 讓美國人很生氣 同時 順便賣報紙嘛 跟今天的模式一樣 一定要挖一些奇怪的新聞 才能賣報紙 後來 連國會很生氣 他就說 那你要讓古巴走自己的路 不要控制在西班牙的那個 抓子裡面 所以 他們那個時候就有一個政策說 古巴應該獨立 所以後來美國就算讚 他說這個 你西班牙要離開 離開我們 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 美國附近的這些 西班牙你也要離開啊 西班牙的那個影響出來 所以就算讚 所以 古巴打下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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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美國國旗 1898年7月17號 為什麼升美國國旗 佔領其 美國佔領古巴 不是冰吞 不是冰吞 軍隊控制到這個 領域的時候 敵軍控制到這個領域 叫做 佔領 不叫做冰吞 也不叫做 佔地為王 也不是 但是我事先發佈一個新聞消息說 我喜歡古巴 我要古巴 然後我到那邊 當地軍隊 投降 我就宣布冰吞 No 沒有 敵軍 到這裡 控制到這個領土 叫做佔領 沒有其他的解釋 OK 法律上沒有其他的解釋 在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個是 拿破崙時代以後 1820年 左右 1820年到現在 起碼 在一些先進國家 像美國更早的時候 也有佔領的觀念 但是 最早佔領的觀念 以前 了不起是一個隨者寫的 他的書大概1760 左右 所以在1760以前 沒有人在談 佔領 如果你看到更早的書 像 孫子兵法 他談的佔領 不是我們今天談的佔領 不一樣 我們今天的佔領觀念 主要是 拿破崙時代以後的 一個思想 以前都是兵吞 我的帝軍過來 我就把你吞掉了 我把你人 爭來當兵 隨便其他的人 我怎麼處置 那後來他們就覺得 這個不文明 所以有改變 改變 那到1907年 才正式有那個 條文出來 國際會議 有通過嘛 佔領是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 不要違反這樣 OK所以 1898年 梅西戰爭 古巴打下來以後 這個軍官就說 欸 附近有一個小島 那個 Puerto Rico 看起來很漂亮啊 啊 美國總統 說 好啦好啦 啊 所以過去的一兩天 就把他打下來啊 呃 他們正式協議 跟西班牙協議 Puerto Rico 8月12號 8月12號 美國國旗就上去了 是兵吞 No 是佔領 OK 然後 菲律賓 菲律賓 菲律賓也是西班牙俗的嘛 還有關島 菲律賓大概 8月14 那個菲律賓太大了 那個要打 要打一打 要用軍事的力量 呃 關島一天 美軍到關島 啊 關島人跑出來說 你來幹什麼 他說我要把你這個地方 打下來啊 呃 他說不要打 不要打 不要打 我們現在什麼旗子 你要什麼旗子 我帶你到那個旗桿那邊去 你就升上去 不要打 一天 你得了解一點關島人的個性 OK 因為這個跟你 你到今天你都要了解關島人的個性 因為 有時候人家會把台灣跟關島做比起來 呃 那畢定 關島人的個性跟台灣人不一樣 OK 他喜歡坐在沙灘上 喝他的椰子汁這樣 跟台灣人的那個積極性不太一樣 這個有關係你要了解 OK 所以這幾個地方 打下來 啊美國就變成什麼 美國就變成 自己本身都有殖民地 他剛開始他13個殖民地 後來變成一州 呃13個州 然後後來跟英國脫離關係 大西洋一邊一國 1784年 原約14 美國獨立 然後 100多年後 美國本身就有殖民地 OK 那這個殖民地要怎麼管理 美國憲法就說 也是說了 呃 全國稅務統一 美國有這一條 呃 特別是進口稅出口稅 全國統一 好怎麼辦 呃 古巴的人民 長期跟西班牙在做什麼運動 抗稅運動 好把他的稅率拿來看 再跟美國的稅率比起來喔 比一比 美國的稅率高很多 那現在我 我 古巴在我管轄 Puerto Rico在我管轄 我如果要用美國的稅率來下去 課稅 這些人會說 西班牙的暴政 換美國的暴政 對不對 這個可不好耶 這個太糟糕了 所以馬上就看到 這樣行不通耶 這樣行不通 更何況 基本上這些地方歷史文化不一樣耶 所以 就有些進口商就是說 呃 古巴已經在我們管轄下啊 呃 Puerto Rico在我們管轄下啊 那就屬於我們 我們國內的管轄下啊 那國內 就是街州到內州沒有出口稅也沒有進口稅啊 所以我貨品從Puerto Rico和古巴 運輸到美國去 我不需要繳稅啊 啊這個海關說還要繳稅啊 他說我不需要繳稅啊 他就告 告告告到了最高法院 那美國1901年 就110年前就開始有這個 列島區的這個判決 啊他就講說 呃 這些地方 視同國外 實際上非國內非國外 那後來他用的名字是 衛合併領土 他是衛合併領土 所以憲法在那些地方 不是全盤實施啊 而是有部分實施啊 因為這些人就基本上 我剛剛講的 不同的歷史文化 你就想說 你要把美國的陪審團 制度到那些地方去 那些人不習慣那一套耶 因為你陪審團 你要研判這個人有罪無罪 啊你說那個西班牙人 啊他姓Lopez 啊他看到別的姓Lopez 他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無罪啊 對不對 就是家族嘛 啊這樣子 陪審團不能這樣子耶 陪審團你要看證據啊 不是看 欸你爸爸是誰 欸你媽媽是 欸不是跟我同學 啊什麼的 法官他無罪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陪審團也行不通耶 所以很多那個制度都行不通耶 所以就慢慢 有這個法理的分開 他們那些地方是 獨立關稅區 所以凡是你看到 獨立關稅區 這個名字 那一定跟佔領有關係 啊是不是常常聽過 台澎金嘛 獨立關稅區 那個跟佔領結局有關係 就像今天 台澎就是一個佔領地 它是一個佔領地 所以現在 所有的這個 在社會上活動這些學者 嗯 他們是對佔領是一窍不通耶 完全不通 那我其實應該 應該想用什麼警力 或什麼把他們押解到這裡來 強迫他們上課耶 因為要不然他天天在 在那個 天天在 在那邊發表很多 什麼台灣地位種種 但是他們 基本上對佔領的觀念 都沒有 啊怎麼看台灣的地位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大概是唯一個 唯一個團體 真的是從那個法理 這個所謂戰爭法 這個法理 啊這個從哪裡來 當然你要看很多書 要看美國的司法判決 他裡面有談到 傳統戰爭法的運用啊 你要看這些 啊他們都不看 所以當然他們不懂 啊都講 像昨天我去 一個團體叫做什麼 台灣 什麼 什麼 國家聯盟 什麼 啊我拿開他的文宣 他說 台灣已經 主見 主權獨立 我跟那個櫃台的人說 這種論調是垃圾 完全不能成立 我說國際間對你有什麼評語 你也必須 考慮到國際間對你的評語 才談你的論述 而國際間全部說你不獨立 你自己說你獨立有什麼用 他就沒有回答 所以沒有什麼 主見 主權獨立 沒有這種論述 國際法裡面 兩種東西可以因素 第一是那個條約 日內瓦公約 海洋公約這些都是條約可以因素 第二個是慣例 只有這兩個 你說台灣已經主見 形成一個國家 主權獨立 既然沒有這個 國際公約會談 有這樣的條文 那你必須提慣例 哪些地方已經成這樣子 你告訴我世界上有哪幾個例子 沒有例子是不是 那這個 那這個 所謂道理是你自己發明的 也是一團垃圾 不能用 這麼簡單啊 國際法就這樣 這些人不懂耶 這些人不懂 他的文章天天在自由時報上 天天在大媒體上 你問他什麼 他完全 這些人頭銜都很大 什麼國際法協會啊 什麼黎市長啊 好奇怪 他們完全不懂國際法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社會上被誤導很多耶 社會上誤導的非常多 OK 所以回到這個 這個話題就是 這個梅西戰爭 讓我產生這些 佔領地 那後面很重要 也是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研究 只有我們團體在研究 佔領什麼結束 今天社會上 你看報紙 也有很多人就說 喔 後續剛開始的時候 蔣介石來是佔領 喔 OK 這個是佔領 但是今天已經不一樣 今天台灣已經脫胎換股 那我們就舉手說 喔喔喔喔 慢一點 佔領結束沒有 佔領結束的依據在哪裡 沒有人回答得出 沒有人回答得出 只有我們回答得出 我們非常清楚 啊佔領結束 不是什麼脫胎換股 或是民主選舉 呂秀蓮以為 民主選舉佔領結束 那我同樣也是要問 你有哪幾個歷史給我聽 你講給我聽 你在台上 你舉不去歷史 是不是應該做 應該下來做 跟其他 你沒有資格 我是講話很直接的 你在上面 你沒有那個知識 你憑什麼站在上面 對不對 OK 佔領結束是非常清楚 你回到梅西戰爭 你回到美國墨西哥戰爭 你看相關的法律文件 你看那個大法官判決 你就可以了解 佔領是怎麼結束的 佔領是在軍事政府下面執行 的一個型態 另外 軍事政府必須 其他的法律 其他的法律安排 代替 才能結束 那一般來講 你去看那些例子 美國佔領加利福尼亞 後來佔領後大概 一年半 加州的平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代替 加州領域裡面的 軍事政府 那 佔領結束 Puerto Rico一樣 Puerto Rico是一年多以後 因為Puerto Rico是 各讓給美國 所以 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律 就是有關組織 Puerto Rico的平民政府 組織Puerto Rico的Civil Government 代替什麼 代替Military Government 這個是佔領結束的依據 OK 古巴不是各讓給美國 古巴的平民政府 要用什麼依據來組織啊 這個就是跟台灣非常的像 你只有人民自己把它組織起來 那為什麼台灣多年來沒有辦法 組織平民政府 就是因為那個 ROC集團卡位 他一直卡位 他一直卡位 他是外來的 他不是這裡的 所以國際社會也不承認 國際社會承認 中華民國是什麼 承認他是 中國的 中國的合法政府 但是他什麼時候把台灣 併入他的國內領土 沒有啊 沒有啊 啊就算 馬總統說 開朗宣言 日本的那個條約 日本所謂台北條約 1952年8月5號生效嘛 就算這兩個是把台灣 給中華民國 那你什麼時候完成手續 你國內的手續 把台灣併入 你也沒有啊 啊實際上那兩個條文 或是那兩個文件 你也找不到 然後 確實有過後 給中華民國的一個依據 開朗宣言 本身 是一個所謂意向表達 所以本身是一個planning嘛 本身是一個計劃嘛 而任何那個戰爭期間講的計劃 他沒有什麼法律的效力 他只是一個計劃而已 你必須等到和平條約生效以後 如果要這個領土要易主嘛 你必須有和平條約為依據 一旦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生效以後 那以後所談的是和平條約 不是談別的 因為和平條約是考慮到一切的 所以和平條約 究竟上和平條約 既然是1952年4月28號已經生效了 那現在不談凱羅宣言 因為他們當初在你和平條約 他們就已經把那個全部考慮進去 然後他有一個結論 日本放棄 沒有指定守受國 所以你 你用任何什麼華言巧語要說 條約是確認給中華民國 那個都是假的 沒有 不可能 所以你到今天的那個官方文件 你還是看到啊 沒有守受國啊 但是如果你回到梅西戰爭 摩西哥戰爭 你了解那個佔領的過程 那你就很清楚 那這樣的話 台灣還是佔領地 阿佔領地是什麼 最後的政治地位不確定嗎 叫做叫做什麼 undetermined 所以這個也是 獨立關稅區 佔領地 地位不確定 佔領地 所以台灣都是佔領地嘛 這是很清楚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阿我沒有看到美軍 為什麼你要看到 台灣有暴動 美軍要來 要幾個小時 那我在美國 我在街上走來走去 我也可以說 我沒有看到美軍 欸 乾脆 我們衝進那個聯邦道路 我們推翻政府好不好 我想美軍很快就來了 為什麼要說要看到 這個又是很 胡說八道 為什麼要看到 我跟你講 左營的兵 要開到台北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我跟你講 他還沒有到台北 美軍一定到台北 所以這個就是 很好笑 喔 我沒有看到美軍 但是國際上 每次要做什麼 都是變成 美國說yes 美國說no 對不對 連那個上海公報 為什麼 美國跟中國 就可以討論上海公報 不需要跟台灣當局 有任何挫商欸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就好像你一直主張 那個倉庫是我的 那個一直主張 那個倉庫是我的 而且實際上 我住在裡面 但是等到有一天 江山李氏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完全沒有問我的意見 對 那你 別人從旁觀察 他會不會認為說 你對自己的自我認知 可能有問題欸 那可能不是你的 怎麼別人就可以討論到 處分你的東西啊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看得很清楚 美國在這裡 他跟台灣的關係 其實不是我們表面上 所看的就是什麼好朋友而已 比那個還深很多欸 比那個才還深很多 所以我們 休息幾分鐘後 繼續往後 談這個跟憲法的什麼關係 謝謝 起立 立正 走勒 請坐 請坐